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集分享了我当时为什么要买Intel 960ac这个无线网卡 说了很多优点 这集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它的缺点 主要分享三个坑 当时是因为经验和知识储备不足 被它表面的那些优点给迷惑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 先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坑 9260ac这块网卡的5G频段 它上面标称的是最高支持1.7Gbps 这是它的最高连接速度 我用的华硕86U路由器 它的5G频段也支持1.73Gbps 看上去是那么的对等 那么的完美 但实际上把网卡装到台式机 连到路由器上之后才发现 它的连接速度只有866Mbps 这个866正好是它们标称的那个1.7G的一半 这是因为9260ac这个网卡 需要工作在160MHz这个频宽上 才可以达到1.73G的连接速度 但是华确86U路由器 它的频宽 只有20MHz 40MHz和80MHz 5G Wi-Fi工作在80MHz 80MHz 80MHz正好是160MHz的一半 所以1.73G 所以1.73G也要坎半 变成了866Mbps 这个866Mbps是这么来的 那么有哪些路由器是支持 160MHz的频宽呢 我查了一下 绝大部分的路由器 最高只支持80MHz的频宽 160MHz的路由器很少 就算有价格也很贵 都是1000元起步的 这个160MHz 不等于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WiFi6 WiFi6要看是否支持AX协议 WiFi的第五代 也有一些路由器 是支持160MHz频宽的 其实关于160MHz这事儿 网卡的卖家 他在宝贝的页面上也做了标注 但是小白买家几乎看不懂 直接忽略 就算看到了 他也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 我也是买了之后才发现是这个原因 但我并没有退货 因为我觉得866Mbps 非常接近千兆网卡的速度 千兆网卡就是1000Mbps 复制文件的速度 理论上可以达到每秒钟100Mbps 记住是理论上 如果每秒钟复制文件的速度是100Mbps 那么一GB的大文件 也就是十几秒的功夫 这个速度完全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连接速度减半的问题就忍了 也就认了 在这儿呢 要说一个扩展知识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的 他说无线网卡的连接速度 那个不是真实的速度 真实的速度要减半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 无线网卡的连接速度是866Mbps 在这个速度下 他复制文件的速度 应该是每秒钟100Mbps 但按照网上的说法 他实际复制文件的速度 应该是每秒钟50Mbps 这个速度极其不稳定 连接速度不能稳定在866Mbps 忽高忽低 电脑待机的时候 网卡连接速度显示的是866Mbps 但是过了几秒 可能会变成300多Mbps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可能又变成了500多Mbps 然后再过一会儿 可能又回到了866Mbps 它这个连接速度一直在变 我通过9260AC网卡 从NAS网盘复制文件 它的速度是每秒钟30Mbps 但有时候会变成每秒钟20Mbps 有的时候更少 只有每秒钟几Mbps 现在的状况是 连接速度不稳定 而且实际复制文件的速度 也不高还不稳定 我估计是因为 台式机与路由器之间的距离远造成的 这个距离大概是8米 而且中间有一堵承重墙 导致了WiFi信号衰减 为了检查 五线网卡的信号强度 我从Windows10的应用商店里 下载了一款WiFi分析软件 这个软件显示 WiFi信号的强度是-51到-55之间 这个信号强度算不上特别好 但也算不上差的 为什么复制文件速度这么慢呢 就在这时候 我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 当电脑待机时 9260AC网卡它的连接速度是866Mbps 如果这时候我从NNS网盘复制文件到台式机的C盘 复制文件的这段时间 它的连接速度会从866Mbps降到300Mbps 有时还会更低 当复制完文件之后 什么都不做 连接速度又会回到866Mbps 更有意思的是 如果不从NNS网盘 也就是局域网复制文件 我也不看网络视频 只是打开一些网页 这时候网络负载应该是很低的 但是它的连接速度也会降低 甚至降到100多Mbps 给人感觉这个网卡特别的弱 连接速度866Mbps 看上去很好看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 再说一下第三个坑 那就是蓝牙5.0 9260AC网卡刚到手的时候 我连接了小米的蓝牙音箱 发现它们之间的兼容并不好 经常中断 后来换了卖家提供的驱动也不行 再后来我就直接放弃蓝牙5.0 放弃了小米蓝牙音箱 直接用有线音箱 关于蓝牙5.0也没做更深入的研究 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评论 9260AC的蓝牙问题 看来9260AC的蓝牙也不是那么完美 可能是驱动问题 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 这个视频总结一下 网上有很多关于9260AC这个网卡的帖子 都说它的连接速度经常跳动 看来不是个案 甚至有人这么说 如果不是为了蓝牙5.0 如果你没有160MHz的路由器 就没有必要买9260AC这个网卡 我现在感觉它这么便宜的原因 主要是 第一它只支持Windows 10 64位 另外几乎不支持AMD平台 这两个在购买之前就知道了 用上了之后才发现 市面上大部分的路由器都不能发挥9260AC的最大连接速度 而且它的信号也不是很稳定 蓝牙也有很多问题 这么多的条件和限制 所以9260AC这个网卡卖的这么便宜 上集说了很多关于9260AC这个网卡的优点 这集又说了它的一些缺点 内容就算完了吗 并没有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 关于解决问题的过程的分享 下集再见